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最近恶劣的天气导致我国许多地方发生树木倒下而酿成的伤亡事故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尼可敏说 为了防止树倒事件再次发生 所有地方政府必须派官员参与数议课程 来确保地方政府内部拥有官员掌握维护和管理树木的专业知识 同时房地部也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建立树木数据库 详细记录他们周内树木的所有资料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今天出席活动后表示 政府的政策很明确 地方政府如果要砍一棵树就必须重新种植100棵树 他强调树木是国家的重要资产 因此除非树木已经病入膏肓 否则只能修剪不能砍伐 警方今早联合多个单位在加勒大道额麦收费站附近 封锁道路展开取缔行动 结果导致大塞车 交通违规者被警方拦下挪至道路旁进行检查 期间警方一共开了28张罚单 一名没有戴头盔的妇女骑着微型交通工具 在路上驰骋的画面近期在网上疯传 引起警方注意 画面显示骑士在没有打指示灯的情况下 随意转换车道相当危险 因此警方呼吁涉案人士尽快现身配合当局调查 各种人有限公众工具 年转道上驼 养出 Idea 感谢观看